第二章 正见 八正道的八个道之并不是按顺序一个接一个的修行的步骤 八项成分的批语比八个步骤的说明更为贴切 就像绳索需要各股履线紧密的搅合才能产生最大的力量 当修行进诊到某个程度时 所有道之是可以同时展现彼此知识的 然而在未达到那个阶段之前 却无法避免的必须依照一些次第展开正道 就实际修学的立足点来考量 八个道之可分成三组 戒主 西拉堪达 由正与正业及正命所组成 定主 三马提堪达 包括正经进 正念 正定 惠主 班亚堪达 由正见与正思维组成 这三组显示了修行的三个阶段 增上戒学 增上心学 增上会学 这三个阶段的修行次第是依据道的整体目标和方向来决定的 既然道所引导的最终目标 从苦中解脱 断类将无明连根拔除 因此 想达到修行的最高点 就必须训练如何直接对治无明 这就是智慧的修行 是设计来唤醒洞察了之的能力 以失误的如实面貌 看待失误 智慧是渐渐开展的 即使是最微弱的洞察之光 都必须先有专注 不散乱的心作为基础 专注的心来自道的第二个部分 增上心学 成就定力 定带来发展智慧所需的平静与收射 但是为了使心能够安住于定 必须防止内心不散的性格倾向 这些性格倾向通常会支配新的运作 散乱专注之光 将注意力分布在一大堆人们所关心的事物之中 只要不慎的性格倾向 被容许经由深与为途径表达出来 那么这些性格倾向将会持续支配我们的心 因此在修行的最开端 势必须需要节制行为的官能 防止它们成为烦恼的工具 而这个任务可由道的第一个部分 增上戒学所完成 如此以戒为定的基础 以定为会的基础 以会为直达涅槃的工具 道就是透过这三个阶段逐步的展开 道之与三学的次第表面上的不一致 有时会令人困惑 会学在三学中是位于最后阶段 依据经典严格的意志性准则 会学的道之包括正见及正思维 应是置于道的尾端 然而却是置于开端 道之的顺序并不是初心措置的结果 而是依据重要的逻辑考量而来 即在开始修行时 需要基础的正见和正思维 作为进入三学的去测力 正见提供修行的眼界 而正思维提供修行的方向 但正见与正思维的角色功能 并不仅于此 经过戒学及定学进化之后的心 将会达到更高层次的正见及正思维 此时就形成增上会学的修炼 正见是整体八正道的先驱 是其他道之的引导 它使我们了解修行的七十点目的地 以及修行路上的一阶段一阶段的地标 试图在没有正见的基础下修行 是冒着在没有引导盲目行动下迷失的危险 就像要开车到某地 却没有查阅地图 或听从有经验驾驶者的建议 就开着车出发 人们可能没有朝目的地的逐步的接近 反倒是被离目的地越走越远 所以为了抵达目的地 必须对大致的方向及导向目标的路线有些概念 同理这样的考量亦可应用于修道 修行是在清晰的架构中进行 而架构由正见所建立 正见的重要性可从以下事实来衡量 我们对实相及价值这些重要议题的观点 超越了对纯理论的信念 而这些观点掌控我们的态度行为 以及对生命的整体定位 我们在心中架构的见解可能不是很清晰 只是模糊概念性的理解自己的信念 然而不管是否有架构 是否表现出来隐微难辩 这些见解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力 见解建构我们的认知 排定我们的价值系统高低的次序 并具体化为概念的结构 我们就藉由这些概念结构 诠释自己在世间的存在意义 接着这些见解制约我们的行为 见解常生于我们的选择与目标 以及将这些目标从理想转化现实的背后 行为的本身可能决定结果 但伴随结果的行为 确实依靠着引发行为的见解 因为见解隐含着本体论承诺 ontological commitment 决定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正确的 因此见解可分为两类 即正见与邪见 前者相当于所谓真实的东西 后者则偏离真实 且固守虚假的东西 佛陀教导我们 这两种不同的见解 会导向完全不同的行为路线 并因此隐身完全不同的结果 如果我们支持邪见 纵使那个见解是暧昧不明的 它也会引导我们的行为朝向痛苦 从利因方面来看 如果我们采取正见 正见会引领我们转向正确的行为 因而朝向痛苦的解脱 尽管我们对世界的概念导向 看起来似乎无害 且为不足道 但当仔细的解释 这个概念导向 却是未来发展整体方向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佛陀说 没有什么因素 比邪见隐身不善心 更需负起责任 也没有什么因素 比正见更有助于善心的生起 佛陀又说 没有什么因素 比邪见造成有情的苦难 更需负起责任 也没有什么因素 比正见更有能力 促进有情的利益 以最完整的意义来说 正见涵盖 对整个佛法 或是佛陀交界的正确了解 因此正见的范围 等同于佛法本身的范畴 但为了实际修行上的目的 举出两种主要的政见 一是事件政见 在这个世界范围内运作的政见 一是初事件政见 导引人们从这个事件解脱的超脱政见 事件政见关切的是 统一物质与心灵轮回的法则 这些法则导向较高或是较低的六道轮回状态 造成世间的快乐和苦魄 初事件政见关切的则是 解脱的必要法则 它不是只将目标放在 从此生到彼生的心灵成长 而是着重于从一再轮回的生死中解脱 事件政见 事件政见意味着正确掌握业的法则 行为的道德力 名为字业政见 从以下的陈述中 我们可以找到事件政见的理则 友情是他们自己行为的拥有者 是他们行为的继承者 他们从他们的行为出生 为他们的行为所服 并且也为他们的行为所支持 无论他们做了什么行为 善或恶 他们都将是这些行为的继承人 在经典中也延伸出更精确的理则 例如肯定不失及供养等善行 是具有道德的意义 善和恶的行为 会产生相应的果报 仍有责任照顾父母 轮回确实存在 在这可见的世界之外 仍有另一个世界 我们可以找到具有高度成就的宗教导师 他们以自己卓越的领悟为基础 解脱世间的真理 要了解世间证件的意涵 我们必须先检视证件的关键词 业 业这个字的意思是行为 就佛教而言 与业相关的行为是指思 行为是道德决定因子 思的外部表现 因为有思而赋予行为在理论道德上的意义 因此佛陀明确地认为行为与思有关 在一篇分析页的开示中 他说 比丘们 我把思称为业 人有思之后 经由身与意而造作行为 以思来鉴别业 使业在本质上成为心理的事件 一个起源于心 寻求实现心的驱动 意向及目的的因素 思借由身与意中任何一种而献起 称为三业门 经由身体表现的思称为深业 经由语言表现的思称为语业 思表现在思想计划概念及其他心理状态 而没有表现于外的称为异业 因此 根据思得以献起的路径 可区分为三种业的形式 圣见所指不仅是对业的一般了解 还必须知道 一 业在伦理的善与不善的区别 二 善恶业的重要实力 以及三 有哪些根源产生这些行为 如同经中所说 若圣地子了是什么是不善业和不善业的根 什么是善业和善业的根 则他具有证件 一 依序考虑商列的租点 我们发现业首先区分为不善与善 不善业是指道德上应受谴责 并且有损心灵发展 以及引致自己与他人苦魄的行为 另一方面 善业是指道德上值得赞许 有助于心灵的成长 以及增长自己与他人利益的行为 二 关于善业与恶业 有无数的实力可以引用 但是佛陀各选了十个主要的善 不善业 这些实力 佛陀称为实善行和实不善行 其中三个是深业 四个是雨业 另外三个是异业 实不善业 以他们表现的根门分为 深业 杀生 偷盗 邪淫 雨业 妄语 两舌 恶口 其语 一业 贪欲 称惠 邪见 实善业就是实不善业的反面 即 戒除前七个不善的业 再除去贪欲 称惠 并具足正见 虽然戒除前七个不善业 完全由心运作 不一定要呈现为外在的行为 但是他们仍被称为善的深业和羽业 因为他们主要着重在身及羽等机能的掌控 三根据行为的潜在动机 也就是所谓的根 穆朗 将行为区分为善与不善 根会将他们的道德品性传给相应出现的意象 因此业的善或不善是依据他们的根的善或不善而决定的 生与异业 每一组的根可分为三方面 不善根就是我们提过的三种烦恼 贪 臣 吃 任何源自于这三者的行为都是不善业 三善根 则是三不善根的相反 在古印度传统以否定的方式表达为无贪 无称 无痴 虽然以否定的方式来表达 但是他们所表示的不仅是烦恼的消失 还有相应的美德 无贪意味着离遇 不执着以及慷慨 无称 意味着慈爱 同情与和善 无痴 意味着智慧 源于这些根的任何行为都是善业 业最重要的特色在于它能因行为的伦理品性 产生相应的结果 一个普遍存在的法则支配着异象的行为 使得行为产生了报应的结果 称为义俗 Libaga 或果 Pala 这个法则将行为与其结果连接起来 而以一种简单的原则运作 不善的行为成熟产生苦果 善的行为成熟产生乐果 义俗 果报不一定立刻来到 也不一定在此生就会到来 也可以跨越连续的生命期而运作 甚至可以折服在未来久远的时间中 一旦我们完成一个异象的行为 这个异象就会在新的连续体上留下印记 而在该处保存起来成为潜藏的能量 当这个潜藏的业遇到有利于它成熟的因缘 就会从日服的状态中苏醒过来 引发某些效应 这些效应为原始的行为带来相应的报偿 这类的异熟可能发生在此生 来生或之后的某一生 也可能透过来世的轮回而成熟 由此决定了来世六道的形式 或者业可能在一期的生命过程中成熟 产生我们的多种经验 苦、乐、成败、心衰 但是不论业于何时或是以何种的方式成熟 相同的原则始终维持不变 一级善的行为产生令人喜爱的结果 不善的行为产生令人不喜爱的结果 认知这个业果法则就是掌握了世间的政见 这种见解会马上排除很多与政见不相容的邪见 如同政见能使我们确认自己的行为 会影响命运延续至来世 他也反对断灭的观点 主张生命只有此生 亦是于死亡时终止 政见以客观普遍的原则为根据 来区分善与恶 对与错 所以反对伦理的主观主义 坚称善与恶 只是个人意见的假定 或是社会控制的工具 因为政见确认人们可以在他们的条件限定中 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为 所以反对严格的宿命论 认为我们的选择总是处于不得不然 因此自由意志是不真实的 道德责任是不弱的 佛陀所教授的业与果的政见 当中某些意涵与现今流行的思想趋势相反 澄清这些不同的观点是有益的 政见所区分的善恶对错 超越了传统所认定的善恶对错 整个社会可能以一个混淆的标准 作为道德价值的依据 但即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赞同某种特定的行为 认为是对的 并谴责其他某种的行为 认为是错误的 也不能使这些行为成为正确的对或错 因为佛陀的道德标准是客观且不变的 尽管行为的道德品性 必然取决于该行为表现时的环境条件 但还是有客观的道德标准 我们可以依据它来评估任何的行为 或任何总和性的社会道德规范 道德的客观标准是佛法整体不可缺的部分 是宇宙真理与公正的法则 它所具有的超越个人基础的正确性 是基于以下的事实 行为是意向的外在表现 意向产生种种的行为 这些行为带给行为的作者种种的结果 并且行为与结果间的相互的关系 是依意向的本质而定 在宇宙的运行上 没有一位高高在上的神 可以执行常善罚恶的判决 行为本身竟由其道德或是不道德的本质 产生了相对应的后果 就绝大多数的人而言 都只是基于信仰卓越的心灵导师 所宣称行为的道德效应 而接受这些业果的证件 但即使并非清见业力的法则 它仍然是正见的一个面向 是正见的重要部分 因为正见关切的是了解 了解我们在整个事物体上的位置 一旦人们接受了意向的行为 具有道德的潜力的原则 在某种程度上 就已经掌握了我们生命本质的重要事实 不过有关行为业力的证件 不需要只停留在独特的信仰论述 而被不可穿透的障碍所遮蔽 证件可以成为直接看得见的东西 藉由达到某种程度的深层残定 可以发展出一种特别的能力 称为天眼 一种超越感官的洞察能力 揭开隐藏于肉眼之后的事实 当开发天眼后 它可以引导这个世界的有情众生 探究业的运作 透过天眼所赋予的特别的洞察力 人们才能够亲自直接觉察到 众生如何依照他们的业力而轮回转世 众生如何经由他们善与恶行的业果成熟 而遭受快乐及苦魄 出事件证件 业与谷的证件提供了从事善行 将在轮回中获生善道的理论基础 但单靠这样的证件并不能导向解脱 可能有些人尽管接受了业的法则 却仍然将目标局限在世间的成就上 如某个人实践高贵行为的动机 也许是为了累积有功德的业 以获取此时此地的财富和成功 也许是在世身为有福报的人 也许是为了生在天界 享受天人的福报 在业的因果逻辑中 缺少一个能够驱策人们超越业果循环的动力 推动人们从整个轮回中解脱出来 端类不同而且深刻的觉察力 这觉察是对所有的形态的轮回 即使是最崇高的轮回状态 能洞察到其固有的缺陷 导向解脱的出世间证件 就是了知四圣地 出世间的证件在八正道的第一支 从正确的意义上可说是圣证件 因此佛陀明确地以四圣地来定义证件 什么是证件 证件是知苦 知苦的起源 知苦灭 知导向苦灭的方法 八正道始于概念性的理解四圣地 但是这只是透过思想和思维媒介而有的一种模糊的理解 当直观四圣地时 证件达到了顶点 他撤入圣地 其明细等同于开悟 所以四圣地的证件 可说同时构成了灭苦之道的起点与终点 第一圣地是苦地 生命中与生俱来的不圆满 显露在所有生命形态本有的无常 痛苦及永恒不足 这是苦圣地 生是苦 老是苦 病是苦 死是苦 愁 悲 苦 忧 绝望是苦 与所愿争者相遇是苦 与所爱者分别是苦 所求不得是苦 简而言之 无取运是苦 经文的最后一句 总体性性的宣誓 特别值得留意 无取运是了解有情本质的分类大纲 一句佛陀的教示 我们只是五运 色受想行事的组合 这些都与直取有关 我们是五运 五运是我们 不管我们认同的是什么 也不管直取什么当作自我 全都在五运当中 五运合集产生了一大串的思想 情感 概念 性格 我们屈身于我们的世界中 因此 佛陀宣称 五运是苦 这样的宣称 实际上将所有的经验 及我们整个的存在 带入苦的范畴 但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佛陀要说五运是苦 佛陀说五运之所以是苦 因为五运是无常的 五运刹那刹那的在变化 升起又灭去 在变迁中 没有任何实体在它们的背后持续着 由于我们存在的组成因素 总是在变化 完全没有永恒的核心 也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直持 为安定的基础 只有不断分解的流动 当渴求永恒 而止取这不断分解的流动时 我们便坠入了苦魄中 第二个圣地指出苦的原因 佛陀从导致苦的诸多烦恼中指出 贪爱是其中最主要 且最具影响性的原因 苦的起因 这是苦的起因之圣地 是此贪爱隐身一再的轮回 贪爱与喜乐及贪欲束缚一处 随处渴求愉悦 也就是渴求感官愉悦 渴求生存 渴求不生存 第三个圣地指示 把这个起因的关系倒反过来 如果贪爱是苦因 那么为了免于苦 我们必须去除贪爱 因此佛陀说 这是苦灭圣地 它是贪爱的完全消失止息 是贪爱的去除与舍弃 是从贪爱解脱和不执着 当贪爱消除后 随之而来的全然寂静状态就是涅槃 涅槃就是当充满贪 参吃的火焰熄灭时 所经历的无为状态 第四圣地指出 到达苦的止息的道路 即体正涅槃的道路 这条路就是巴正道本身 四圣地的证件有两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个阶段称为 随顺真理的证件 Sacca Nuromika Sammatiti 第二个阶段是洞察真理的证件 为了得到随顺真理的证件 需要清晰的理解该证件在生命中的意义和重要性 要有这样的理解 先要藉由学习真理和研究真理而得 随后从经验上透过思维真理来深化理解 直到对真理的真实性具足强烈坚定的信仰为止 即使在此时真理仍尚未被洞察 因此所理解的状况是有缺陷的 是一种概念而非觉察 为达到清正真理 我们需要禅修 先是加强维持专注的能力 然后发展内观 内观起于思维五蕴 生存的因素 以区变五蕴的真实特性 达到这般思维的顶点时 心眼不再将注意力放在由五蕴构成的有违现象上 而将焦点移向无违的状态 经由深化的内观能力 涅槃是可以达到的 随着这个转移 当心眼见到涅槃时 同时产生所有的对四圣地的洞察 见到涅槃 即超越苦的状态 人们得到一种洞见 从这个洞见来观察五蕴 并看到五蕴之所以是苦 就只是因为它们是缘起的 所以毕竟是无止境的变化 也在体证涅槃的同一刹那 贪爱止息了 然后初次了解到贪爱是苦的真正来源 体证极境的状态 从存在的混乱中解脱出来 由于这个体验是借由修习八正道而得到的 人们才亲自了解到八正道是真正的灭苦之道 洞察四圣地的证件出现在道的终点 而非起点 我们必须从顺应真理的证件开始 透过学习获得并经由思维而增强 正见鼓舞我们从事修行 着手于戒定会三学的修炼 当修炼成熟时 智慧之言将会自己打开洞察真理 心灵已经